Hello,大家好,我是小驴,越南姑娘 今天是我们县港这边的隔离第二段的第五天 这第一段我们是从这个月的夜处15天了 然后这个第二段继续隔离 我们只就是出门去买菜才可以出门的 我现在就去超市买东西 我们可以去超市买东西 必须戴口罩 群区里面就要洗手 冷温度 已经群区里面 超市里面要买一点东西 不会待很久时间的 就买一点东西就要出来 我看今天的超市人也蛮多的 我今天要买一个锅 所有的人进去超市里面都必须戴口罩 下个里去的 现在我们这边出门不戴口罩就被罚款的 我们越南有这种鱼鹿的 你们喜欢吃鱼鹿可以买这个 6万5 就像当人民币差不多有20块钱 一瓶这样的 这种比较好吃 超市人多比我想多得多了 我要买一点东西回去吃火锅了 这个就是面包的 长很长 是很便宜的 就是3块钱 5块钱两个 比较长 两个应该有一米左右 我也要来一包这样的5块钱 这种绿豆糕很好吃的 就是7块钱人民币 今天去里面看一下肉便不便宜哈 这种肉就是55元一公斤 这种肉就是55元一公斤 55元一公斤 今天肉好多啊 看一下 我买这一份就是50块钱 虽然已经爆发 但是我看人家去超市买东西也是蛮多的 我就是两个星期了都没有到 三个星期吧 我都没有去超市了 人家都出来买东西 我们可以去菜市场 但是可能人家不太喜欢去菜市场 就直接到超市这里 我买了这一点东西 还要买一点鸡蛋啊牛奶啊什么的 看一下今天有什么好吃的海鲜 我怎么感觉超市比平时的人要多 这边主要是卖一些生菜和水果 价格还是很稳定的 没有涨价感觉挺好 工作人员在里面 我又买一点这个 很多人说我们越南蛋米好吃给你们看 这里是我们越南蛋米各种香米还是蛮好吃的 价格各种价格都有 要去买单了 现在人家在排队买单 人比平时多得很 可能还要等十几分钟就到了 我们几个人就买了那么多东西 好吧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关注 喜欢小绿的大家可以点个赞